来 到底哪一些呢 再骗下去 你知道 而且很容易就是露出马脚的 这个很重要 对 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露出马脚的 那刚刚那个乙薇 你说到了狮子座 狮子座说谎很容易就被发现了 是 是不是 狮子座说谎会觉得很丢脸 因为如果被试破 对 所以如果我们被试破 我们就会是把桌子翻掉 然后把现场弄出来 这样 这样 然后就是以声音先声夺人 先给人家被试破 就是狮子吼 对 就是会这样 有什么证据吗 这样 然后其实心里面超错 其实手就在锁 没错 对 其实固定星座这一组真的很简单 喜欢就是很喜欢 不喜欢就会露出马脚 心无在焉 也很容易被看出来 那如果你要诚心抓她说谎 你就突然突袭她 你忽然问一个她措手不及的问题 对 无法准备的 她马上露出马脚 而她一旦露出马脚 就是会凶 因为她会很气 我跟你讲 像我一个朋友 她狮子男 她是怎么被她女友抓到 她就在那边用手机 然后在那边夹白泳 然后她女友就说 干吗 你是劈腿 你这样就这样 你这样 手机飞出去 你知道吗 谁飞出去 她女友只是想要 想说那就是测试一下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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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弄一下 真的就抓到了 这一组很好抓 很好抓 而且这一组 如果她每次讲的答案都不一样 你就知道 也是有鬼 因为她临时掰 有的也很聪明 今天可以掰A 明天又掰B 因为她会自我反省 上次那个答案不太好 而且会忘记这样 真的 可是就会很不自然 所以她很不一样 这一组蛮好抓的 其实蛮浅的 四组配人真的很容易看出来 其实这一组之外的另外两组 都蛮会说谎的 都蛮会的 是逻辑王 真的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大飞这一组 双子处女射手 双鱼也蛮会说谎 非常会 而且很狡猾 这一组 这一组如果要说谎 因为她太聪明了 自己又能够逻辑自洽 而且是演技派 她表情一定很自然 演整套 演整套的 所以其实不容易被抓到 真的不容易 要等什么 你知道吗 要等 她太志得意满的时候 因为她骗你一次也通过 骗你两次也通过 她慢慢觉得 骗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开始松懈了 开始胡说八道 或者是那个门槛 连骗都懒得骗你了 那个时候就是她露出马脚的时候 怎么 怎么突然间 要不然我觉得我们这一组 很难被发现 对 就是那个谎越说越随便的时候 对 有点懒得骗你那种感觉 太敷衍了 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一组 你不能够去 你很难逮住她说谎 因为你不容易发现 你比较能够从她的态度 其实我觉得这一组 有用心 没用心还是看得出 真的 她如果不是很爱你的话 她就是很随便地对待你 其实我们很爱你 我们才会很认真的骗你 对 真的 真的 对 怎么 然后我们绝对不会让你发现 因为我们不想让你受伤 所以我们一定会骗得毫无痕迹 善意的 天啊 老师 渣女是不是 渣女 我要双女 我要上身射手 没错 我觉得这一组 它有一个内建程式叫做 我说谎是为了保护你 对 真的 所以它就会说得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 并且 一点都不愧疚 你知道我们固定星座讲的时候 还会觉得我在骗人了 糟糕 有一点欠人的感觉 可是这一组没有欠你的 我在保护你 没有 我上身狮子 我上身狮子 所以你很挣扎 我上身双子 你跟这一组相处 我们只能说 其实他们 你一定要成为他爱的人 对 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他爱的人呢 因为他们的一个 很大的性格重点 这一组叫犯贱 所以你不能对他太好 没错 这样子 让他来对你好就对了 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 他好像有点独略体质 真的 有一点犯贱 对 你就要高傲一点 让他们来爱你 他们就会变得非常乖了 真的 就好像对我们太好的 又好像就不会太好 他对你很好的 有机会有可能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对你好三天 你会觉得 好 忽然第四天 他忽然很冷漠 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 他发生什么事了吗 对 你们就中这个 对 好 我们来看开创新作 这一组也是有备而来的 好 这一组如果要说谎 他是有沙盘推演过 对 就是他讲得很合理 他是有刻意地计划过 然后可能也做好为事了 比如说如果他打电话给你 你要怎么回答 如果他打电话给你 你要怎么回答 我几点到几点怎么样 然后都已经都安排好好的 滴水不漏 如果A计划不行 B计划又是什么 对 真的 我那个身体有 我那个上升就是在巨性 我第一次上升的肩膀 好强 真的 很强 真的会有 真的 而且这一组 还会去计算人心的部分 比如说我如果 对 我如果要骗你 那怎么要让你不发现 其实我对你的爱已经淡了 所以我反而要对你好一点 真的 更好 对 让你更不会发现 所以 更坏 好坏 就是你觉得如果你不爱他 你会反而对他更好 就是突然间送他礼物 对 那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那为什么还在一起 不知道怎么体分 没有 你刚 思佳刚刚问说 那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一定是有原因 比如说你蛮适合 娶回来当老婆的 我妈妈 爸爸都喜欢你 对 就有不可被取代心 会有很多这种原因 或者是我们已经生意绑在一起了 我现在跟你贸然分手 我生意就没了 还不行 他是有沙逃 就是因为我真的是有爸爸妈妈 就是关系 然后在一起很久 到最后要结婚的时候 我才真的想清楚 就是刚刚心理车验那边 第一题 第一题 就是自己 第一题我已经忘了 然后开沙车 就是情感绑架 情感绑架 对 我真的很喜欢他爸妈 然后之前真的快在一起 但后来发现真的没办法 我们没有那么喜欢 对 我觉得很多固定 开创星座 然后模样 巨蟹 天明 摩羯 有时候他们思考的是 可能是更 我们刚刚讲的 结构性的问题 比如说能不能走长远 跟爱不爱已经没有关系了 能不能一加一大于二 他是不是一个好的工作伙伴 人生伴侣 多过于爱不爱之间 好像有什么 牙架真的有利益在底地 他这样是比较容易被利用 被自主的人利用 也不能这么说 这就是他的爱 聪明 对 这就是他的爱 他爱的方式 他爱的形式 他爱的方式 某部分的对你负责任 是因为他现在还不能 先放你走 他太需要了 或许你讲这么多 他就是在利用 对 小悠 你是这一组 这一组就比较帅性 是 这一组就是感觉派 也是爱你 敢爱 敢恨 可是这一组是为大局着想 开创星座的性格 因为他要建构一个完整的城堡 对 所以他要在一个所谓的安全感 跟建设完整城堡的情况下 就是 就算说谎 他也要让你不知不觉 没有感觉 所以倘若这一组要劈腿 他认真劈起腿来 是可以劈完整的 哎呦 要合我 哎呦 对 你这个故事都好逼我 对 讲得好 好 很厉害 讲别人讲得跟什么 真的 我要不要陪你 我们讲我们自己 回顾这个人生 真的说短不短 说长不长 很多的故事 碰到的一些人 或者是一些冤枉路 这都是星座命盘 我们的命盘星座 老天爷其实都帮你算好好的 所以随缘是最好 可以放下就放下 那我们就当作说 我们我的人生的上半辈子 都是在试错 就试试看嘛 错就说试错 所以就告诉我说 下半辈子我就要活出自我 因为自己而活 对 然后必须得要先知道说 接着下来我碰到的一些人或事情 我们要懂得知足 然后不要去羡慕别人 也不要去嫉妒别人 也不要去看不起任何人 知足最好 对不对 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那个密码 所以说说 发泄一下就好了 不要往心里去 好不好 你们一定会走到更好更好 找到更好更好的那个Mr.Roy 像私家一样 我都上岸了 对 好吗 谢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 谢谢 谢谢 嘉楠 大飞 谢谢 谢谢你的家 谢谢我 谢谢 我看你的眼睛 请不吝点赞 谢谢 你的眼睛 你发现什么 然后请我看你的眼睛 那个眼睛 那个眼睛 吃到针的